大家好,我是奶奶小厨 今天来体验一家在丽江古城里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店 她家主要是做云南的传统小吃,烤耳块 小姐姐非常热情,边烤边给我讲解耳块的由来和做法 据说耳块是用真熟的米饭做成的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是软软糯糯的 她家刷的是自制的甜咸酱 里面还有花生碎 馅料也超级丰富 有自己卤的普尔茶卤蛋 还有非常珍贵的牛干菌 最后是满满的一层豆芽和韭菜 还有两根用荞麦做的脆条 小姐姐说她家的耳块和别家的不一样 尤其是饼皮当中还加了藜麦,非常健康 外皮软软糯糯的,内馅超级丰富 抱着猎奇的心态,我还点了一杯 罗汉果珊瑚椒状美式 据说罗汉果的甜味是遮糖的200倍 所以喝起来真的非常甜 好了,本期的分享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